昨天晚上10點5分的時候 就是在宜蘭市舊城南路 火車盪的方向 就是那個15塊送員 他是騎機車的時候 然後遭後方的機車騎士追撞 然後那個15塊送員的話 他就是沒有明顯的外傷 然後追撞那個騎士的話 他收不著 然後後續的他們的那個 造勢責任的話 我們要再聯繫 那造勢的原因大概是怎麼樣 這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後續還要在那個 就是在找雙方然後再去做騎士這樣子 你們目前看起來是 那個Fullpanda的收後 也能挺綠燈的情況嗎 是 我們目前的 目前初步看起來 可能是他就在綠燈的時候 就是停車的部分 然後不過這個後續的話 我們會再調相關的堅持器 再持續做缺的 那雙方九色的事情是怎麼樣 目前雙方九色都是 沒有喝酒水汁 然後這邊可以再宣導一下 就是我們警方後續 就是交通隊會在邀請這些外送業者 去對他們去開會 研討相關的措施 去保護是用戶人的安全 減少一些事故的發生 在綠燈圍停這樣的臨時停車 在綠燈臨時停車 有沒有觸犯相關的一個 報案規定 這個的話就是涉及違反 就是道路交通案 道路管理處罰條例 就是55條 第一項 第四款 就是未警告 道路右側 臨時停車 可以除新台幣 300元到600元的發貨 在綠燈圈時停車 在綠燈圈時停車